禁毒市场遭枪杀非总统府誓言将凶手绳之以法。 查看树林 塔纳万市市场哈利利,穿深色衣者,菲律宾禁毒市场遭仇杀。 据菲律宾Replan网站2日报道,该国巴达燕省塔纳万市当天发生一起不同寻常的枪击事件,该市市长安东尼奥哈利利在市政府广场前参加升旗仪式时遇袭,送医图中不止身亡。 巴达燕省长万永高2日向哈利利家人表示哀悼,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该省将全力配合案件调查。 报道称,哈利利出席升旗仪式时,现场有数百名政府公职人员。 但早已埋伏在附近的狙击手依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枪击中哈利利胸膛。 哈利利中枪倒地后引发现场混乱,枪手迅速逃窜。 凶案发生后,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罗克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承诺将凶手绳之以法。 他说,哈利利是总统杜特尔特在禁毒运动中的坚定支持者。 不过意外的是,杜特尔特不久后却称,他怀疑哈利利本身也涉毒。 有非司法部官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非当局已启动案件调查,目前虽莫有任何报告公布,但鉴于该市场的复杂经历,基本可以肯定案件与毒品团伙有关。 据悉,哈利利是商人出身,2013年财村选公职。 当选市场后,他以铁腕手段打击违法犯罪而闻名,生前树敌颇多。 2015年,他曾在受访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杜特尔特的敬仰。 近两年,哈利利名声更未响亮,曾因将毒贩抓起来尤街而引发争议,被菲律宾媒体广泛称为巴达燕的杜特尔特。 留言 留言 斜杠form 查看所有留言